有客户说他微波炉门打不开了 还说几年前我帮他修过这个问题 不过实际上长了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们去看 就这个微波炉是吧 门打不开了 对 上次也是你修的 好几年了好多年了 所以这个也比较老了 修得了吗 修不了就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过去的话又是这里面的酥料断流了还是什么 看看能不能修 行 先把这个擦座擦掉 这里关掉的也没关系 这个买了有20年左右了 对 这样挺好的 一直都加热正常了是吧 一直都加热正常的 对昨天也正常的 今天 前天正常 昨天想转了 按上去就没那个 行行行 我记得三四年前应该是修了 好像也是个毛病啊 好像是吧 我忘了 反正挺囊子的样子 对 一般的微波炉还不会一样 老老家伙 质量好 没犯过什么毛病 除了就这两只门打 我看 看到吧 这边断了 原来修到这里 看到吗 这里有补的痕迹 嗯 但是这里还没断 但是 是这边断了 现在是新的地方断了 这里是原来 还能修吗 那看呢 就是这边这个塑料 断掉了 别在这里 其他地方都还好 对呀 那我们就把这个塑料 给它 换一个 换现在没有 嗯 再这样 你修理一下看下去吧 好的 嗯 能修尽量修 不能修 再说 对 能修尽量修吧 首先把这个 铁片给它捞进去 把这个塑料给它拿下来 拿下来修要方便一点 嗯 大概就像这样 准备把电落铁 电落铁 对 给你加固 像这个缝隙的地方 先给它补一下 像这个补鸭一样 哈哈哈哈 先给它弄弄满 平常不用的这个东西都是 都是老人家存的老骨董 哈哈哈 那小钉子就派上用处了 就找一些小钉子啊 给它固定进去 这小钉子还挺硬的 我给你讲老骨董都是质量好的 嗯 就这 这小钉子 给它嵌入进去 如果用铜丝的话 感觉有点软 因为这边 受力 比较大 再来一个 已经嵌入进去了啊 这把塑料 给它烫平一点 漂亮一点 放点水来却一下 还挺牢固的 装上去看一下行不行 希望行 哈哈哈 对 希望行 额 保持 可以啊 不错 真好 没有错人 舍不得换掉它 用顺手的东西 一般大本 轻易把它换掉 没办法修了 成本要比 修费了 只好让它休息 基本上没问题啊 这边看着也挺牢固的 试了几时没有发现开练的现象 好了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因为上次也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液的都挺好的 这次这个应该也没问题 可以 行 那就这样了啊 好 哎 只有这样处理了 其实像这个啊 这样处理一般是没问题的 要么就换了新的 不过这个也不太好配了 等会把这个微波炉装好 这个微波炉啊 门打不开的问题就解决了